在民间,他是家喻故障的门神 在舞台上,他是令人钦佩的战神 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秦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为什么会被老百姓敬为门神 秦琼的英雄之路又是从哪里起步的呢 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梅艺 带我们重新追溯英雄的眼光 敬请关注梅艺化英雄系列节目之 隋唐英雄志第一集 战神出道 战神出道 隋末唐初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清代文学家楚人霍就曾以这段历史为原型 创作出了外知人口的历史演艺小说 隋唐演艺 时至今日,评出演艺,戏剧小说 文艺舞台上一幕幕隋唐英雄的故事 依然深入人心经久不衰 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人物就是秦琼 人们常说时事造英雄 秦琴琼作为一位历史的亲历者 见证了整个隋王唐欣的风云变化 从今天开始,梅艺老师将从秦琼开始 为我们掀开一幅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画卷 秦琼在民间,他是家喻户晓的门神 在舞台上,他是令人钦佩的战神 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 秦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为什么会被老百姓敬为门神? 秦琼的英雄之路又是从哪里起步的呢? 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梅艺 带我们重新追溯英雄的荣光 敬请关注梅艺化英雄系列节目之 隋唐英雄志第一级 战神出道 那说起隋唐英雄呢 就最最快智人口的 最如雷贯耳好跃当空的人是谁呢? 那肯定就是秦琼秦叔宝了 秦琼秦叔宝这个人啊 不仅仅是在评书啊 演绎我们民间叙事当中 他非常有名 而且呢 我们中国人大年初一贴门神 右边这位呢 右门神呢 手里拿编的呢 就是御池公御池静德 左边这位左门神呢 手里拿简的呢 就是秦琼秦叔宝 你说我们中国人贴门神呢 实际上很早的时候就贴 早到什么时候呢 商周时期 那个时候门神是什么呢 是一只大老虎 当时呢 就认为这个虎啊 能辟邪趋会 到了汉代呢 汉代的门神呢 这个时候已经变成是人形的了 但是呢 他的长相呢 是神怪的模样 而且有名字了 一个叫神徒 一个叫玉磊 据传说呢 都是掌管鬼神出入的这样的神 到了南北朝时期呢 我们中国的门神又变了 变成什么样呢 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不会相信 就变成两只大公鸡了 这两只大公鸡呢 还是进口的 就是说是西域传入的 向中元王朝进贡的 它是双层铜人的 因此呢 这两只大公鸡呢 又叫崇晶或者崇明 起一个这个鸡王镇宅的意思 据说呢 这两只大公鸡也可以着管鬼怪 这大公鸡的门神一贴 就贴到了隋堂 那么我们到了宋代 门神呢 相对来说就开始固定下 就变成了两个戎装的 特别威风凛凛的人物 但是在宋代 门神还没有名字 并不是说秦琼和御痴公 已经命名没有 那到什么时候 才变成了秦琼御痴公呢 是到了元朝 但是 真正让秦琼御痴公 这两位门神 就是这么有名 到现在这种 我们路人皆知 凡是我们中国人 大年初一都贴门神 到了这种情况 是到什么时候呢 是到了明朝 明朝有本超级畅销书 说出来大伙肯定都知道 西游记 西游记中有关秦琼和御痴公成为门神的 他这故事怎么讲的呢 就是唐朝初年 太宗皇帝在位 都城是长安 长安附近呢 有一条静河 这静河里面住着一条老龙 就是静河老龙了 这静河老龙不安分 有一次犯了天条 惹怒了御帝 于是呢 玉皇大帝就准备把这老龙头给掌了 他派谁去监掌呢 他准备派唐太宗手下大臣魏征 静河老龙一听这个消息 那也吓坏 因此呢 在被斩的前一天 他就化为人行进入皇宫去求 去央求唐太宗 他见到唐太宗就说 皇帝陛下您能不能救我一命 唐太宗说我怎么救你啊 这静河老龙就说 只要您转天 这一天把魏征稳住 不让他出去监斩我 我这龙头就保住了 唐太宗一听 这也不是件太难的事情 因此他就答应了这个静河老龙 转天 唐太宗就下诏 就把魏征叫入宫内 叫到宫内之后呢 君臣二人也不怎么谈论这个军国大事啊 也不商议奏折 唐太宗呢 就是为了稳住魏征 然后就让他陪自己下棋 结果一天下下下 下了半截呢 这魏征呢 他累了 他打盹了 着了 这个时候 唐太宗呢 也觉得无所谓 反正只要你魏征 你要只要你在宫门之内 那静河老龙的龙头就能保住 实际上恰恰是 这个魏征啊 趁着这打盹的这个机会呢 他灵魂出窍 等于就帮助玉皇大帝 就完成了这个奸长官的任务 五十三刻一到 这老龙头的脑子就给陷下来了 那老龙被杀之后就成冤魂了 因此从那天晚上开始 天天晚上到皇宫之内呢 早是给唐太宗锁命 他说你看你答应了我不杀我 结果你还把魏征放出去 但这确实也不能怨这唐太宗了 这样一来呢 就天天鬼哭狼嚎 唐太宗就睡不着觉 那肯定那也就精神衰弱了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 唐太宗也是召集群臣商议啊 就怎么办呢 结果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大将秦雄就挺身而出了 就是臣与一池公二人 一身戎装 为陛下守门 这靖河老龙的鬼魂啊 肯定不敢再来了 结果呢 那天晚上 从那以后 这靖河老龙的这个鬼魂啊 再也不敢来了 那唐太宗也心疼这两位大将军啊 多辛苦啊 也不能让他们天天给自己守门啊 因此 就派着宫廷画师啊 在这大门上 会上了这个秦雄 还有这个玉池公两个人的画像 由此 这个故事从明朝开始固定下来 越传越烈 民间呢 他也跟风 你看你皇帝都贴门神 我们也贴啊 从此呢 秦雄和玉池公呢 就开始为我们中国老百姓守门 站岗 一直呢 就站到了今天 这个呢 就是这个故事的来历 那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说 你说这个秦雄玉池公 他们二位成为门神 难道是空穴来风吗 我们中国人编故事 肯定他是有所本的 秦雄玉池公二人 肯定也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忠心耿耿 尽职尽责 他们的品质好 所以说呢 我们中国人才是在这个历史的这种流传当中的把这两位隋唐英雄当作我们的门神 实际上也是对他们两个人的这个道德品质的一种最高的褒奖和认同 秦雄秦书宝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左门神而著名 你说在最让我们今天这中国人悠然神往 这古代英雄战绩 这个之一的隋唐时代 你说起秦雄秦书宝呢 那绝对是英雄中的英雄 是当中的佼佼者 而且呢 为什么像说唐啊 隋唐演义啊 这些民间英雄演义 总是把秦雄当作男主角呢 确实他道德高尚 武艺高强 但是最最重要的 还是因为秦雄秦书宝本人啊 他是一个历史亲历者 就算他作为一个亲历者 经历了整个隋唐那个交际之际的 整个的英雄的过程 通过他呢 我们可以展现出隋唐啊 那幅辉煌灿烂的英雄画卷来 英雄史诗尽献其中 因此呢 总是以秦雄秦书宝 作为一个关联人物 那么真实历史当中的 秦雄秦书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秦雄是隋唐时期一代名将 曾被大唐王朝的稳固 南征广大 立下了汉马功了 后被唐太宗李世民 称为灵然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但是在民间 人们对于秦雄的认识 大多来自于戏剧小说 评书演绎 那么真实历史中的秦雄 与文艺作品中的秦雄 会有哪些差异呢 先讲他的相貌 那隋唐演绎 说唐 秦雄相貌 那都是身材凛凛 相闹堂堂 一双眼光 涉寒星 两道奴眉如刷漆 门神嘛 肯定是特威武 打胡子拉擦的这种形象啊 但不是 真正历史上 秦雄这个人 实际上 是位长相非常漂亮的帅哥 那我怎么会说秦雄是位帅哥呢 因为根据史书上记载 秦雄自书宝 齐州历城人 历城是哪里呢 就是今天山东济南 由此可见 秦雄肯定 他有一副山东大汉的一个身子板 所以他长相到底怎么样 怎么样英伟 怎么样英俊呢 史书上没有特别的字眼去描述他 我查遍了好多史书都没有 但是 可以从他当刚刚入伍的时候 他的长官对他那种评价呢 可以见出 可以想象出 可以推算出 秦雄肯定是一个玉树临风 身材凛凛的这样的一位大将军 这样的一位青年的帅哥 那么秦雄的上司到底是怎样评价他呢 他长得到底有多帅呢 在弄清这两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肯定呢 要先说一下他的出身 那说到这个秦雄这个出身呢 受评书的影响呢 我们就会想 哦 这个人是个山东想马大道出身 那说起他的经历呢 也是演绎啊 戏剧啊 都说秦雄 刚一出道的时候 好像是还当过什么官府的普快 似乎他一出道的时候就三十多岁了 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而且呢 他在江湖当中特别讲义气 我们现在讲这个为朋友两肋插刀 这个典故就是从秦雄秦书宝这里来的 那么史书上秦雄这个出身呢 又是如何记载的呢 有关秦雄的历史啊 实际上 从唐初之后 就是从秦雄秦书宝死后 记载已经非常混乱了 尤其是经历了宋元的这个小说啊 演绎啊 包括明清的这个戏曲啊 经过这几代的渲染呢 秦雄的身世非常非常的乱 其实呢 真正知道秦雄身世的呢 不是古代人 反而是我们当代人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1995年啊 在山东济南京七路的银行宿舍的工地啊 挖东西 挖出古墓来 古墓当中就有历史学家和这个考古学家最喜欢的一件东西是什么呢 墓志明 石刻的墓志明 大伙一看这个墓志明 才知道这口古墓的主人呢 就是秦雄秦书宝的爹 他父亲叫秦爱 这个墓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应该是秦雄入堂之后 他出了名了 这个已经立了业了 然后给他父亲签葬于此 根据秦雄的父亲秦爱的墓志明记载呢 他的这个父亲秦爱呢 在北齐时期呢 就给当时的一个王爷当过陆氏参军 陆氏参军是个什么官职呢 实际上就是高级参谋 人家秦家三代呢 也是文官出身 因此呢 秦雄秦书宝呢 并非像评书演绎这些所讲 好像是想马出身 是贫苦人出身 实际上秦雄秦书宝 也是一公子哥出身 也是一个偏偏着实家公子 也是呢 从前家里也阔阔 但这样出身的秦雄秦书宝 他为什么要去当兵了呢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看这个新唐书秦雄传 开头就讲这么一句 秦雄自书宝 其周历城人 史为随见来户而障内 这条史料一摆出来之后 我们好多评书观众们 有可能呢 也会非常的惊讶 大叠眼镜 你说在评书当中 在秦雄秦书宝 他不是反随的义士吗 怎么还是当过随朝的官军呢 确确实实 秦雄秦书宝 他就是随朝的正规军出身 而且他刚开始就在随朝特有名利位大将 莱滬尔 这个人手下当帐内亲兵 我们平常一看戏剧 秦雄刚刚出道的时候 就是一老五生的形象 三十来岁 但真正的秦雄在历史上出道的时候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 是十八九岁 正当年的一位帅哥 绝对不是一个老五生三十多岁的这个形象 所以说是花样年华 我们这位秦雄秦书宝 就参军了 就入伍了 而且他入伍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秦雄入伍之后 他母亲就病死了 确实大将莱滬尔马上派人前去吊焰秦雄 当时这件事情 致使军内一片哗然 尤其是莱滬尔手下那些高级军力就愤愤问莱滬尔 就莱将军您说我们军营之内这士兵死亡或者士兵亲人去世这种事情太多了 您从来不过问 为什么秦雄秦书宝他母亲死了 您这还专门派人吊焰呢 莱滬尔当时就说了这么几句话 这几句话实际上就给历史上的秦雄就定了位 莱滬尔怎么说呢 莱滬尔这么说 此人永汉 家有智杰 必当自取富贵 岂得以卑贱处之 翻译成我们今天的现代文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秦雄秦书宝这个人永汉非常 有志气节操 以后肯定会飞黄腾达自取富贵 所以说我们就不能以对待平常卑贱士兵的这种态度来对待秦雄 莱滬尔是江南名将 而且他是数代名将的之家出身 非常有识人之名 可以想见秦雄秦书宝刚刚入伍 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子 就得到主帅主将这样的一种认可 以貌以武以德 都可以想到秦雄秦书宝肯定是一个一站出来 就特别让人眼前一亮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而且在隋唐时代 我们大伙要知道 当时还沉寂了南北朝时期的那种人物贫草的那种风气 当时你人要长得特漂亮 对于你的当官 你的升迁 你的提拔都大有好处 当然你要长得特丑 比如像琉璃那样 土木星海也行 但是你丑得得让人过目不忘 否则的话 如果你想出人头地 你必须得有一副好相貌 我们这秦雄就是长了这样一副好相貌 他就类似于你看日后所说的模特 秦雄长的就是这样子 因此我前面说 秦雄是位玉树临风的这样一位大帅哥 还是有根据 虽然秦雄出身于官宦世家 但是由于家道中落 这个年轻的富家子弟 也不得不面对现实 为了生计 为了光耀门体 秦雄迫不得已踏上了从军路 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头兵开始干起 可是一个大头兵要熬到什么时候 才能出人头地呢 秦雄路 一直摩拳擦掌等待时机 终于有一天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机遇 秦雄入伍后不多久呢 就恰恰赶上了隋煌帝征伐高高利的时期 这隋煌帝征伐高高利呢 对于秦雄这样一位 当时是没有背景的 这样一位军中普通士兵来讲呢 等于就是呢 有了莫大的机会 这个隋煌帝第二次征伐高高利 他在全国范围内争选壮士 秦雄呢 等于呢 就被选派到隋煌蒸发高高利的远征军当中 当然了 你加入了远征军 就意味着把脑袋噎在了裤腰带上 但是秦雄秦宿宝对于他这样一个普通大兵来讲 他就有了这个飞黄腾达的这个机会了 就可以凭借战功啊 来光宗耀祖 公元613年 这隋煌帝的大业九年 在阴历六月上旋啊 就在辽东城下 40万 隋朝大军呢 就猛攻这个辽东城 辽东城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辽宁的辽阳 在这个地方 40万隋军进攻 守军有多少呢 3万人 守军只有3万高高利将士 给我们后人印象最深的是这个数字 虽然这个辽东城下有40万人 但是在这40万的身后左右 还有60万钢铁洪流 都在源源不断的开拔到高高利的战场上 隋煌帝要消灭高高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 我们有些观众可能就会问 你说为什么高高利守军他不害怕呢 因为就在此前的前一年 隋煌帝曾经啊 率领113万大军啊 亲征过高高利 但那次呢 结果是惨败 就举例几十万隋朝这个先锋军 最终有命回到国内只有2700人 军资器械损失殆尽 因此呢 第一次征伐高高利那是惨败 但隋煌帝这个人啊 他是一个非常的有主见的人 非常要面子的人 他就想在哪里跌倒 又重新想在哪里爬起来 因此在第二年 就这次秦琼参军这一年 他又率领100多万隋军 又开始征伐高高利 而且他本人 亲率四十万精兵 猛攻辽东城 辽东城等于是征伐高高利的过程当中 必伐必客的战了一个城市 而我们的这个大兵秦琼 恰恰就在这四十万隋军士兵当中 进攻辽东城 由于有了这个皇帝瑜伽亲征 我们都可以想到 这四十万的这个隋军 那绝对是拼死攻城 而且一直攻了二十多天 但辽东城就是难以攻下 高高利这么多年以来 对待中原王朝最有效的一个招 那就是凭借这个坚固的成蕾来锯首 最后我拖你 我反正是打不过你 我也拖死你 最后趁你疲惫的时候 我再追击你 因此他就逃过一次又一次这种劫 这次他还是拼命的守城 尤其是高高利的士兵有了去年的那一次击败过隋朝军的这种经历 因此他们比往常就更加自信 当然了 他们这种这么英勇 背后还隐藏那种深深的恐惧 我们可以想象到 杀伤了这么多隋朝士兵 长平之后的肯定要屠城 因此高高利的士兵守军顽强的坚守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隋朝的士兵也是玩命的攻城 攻城当中尤其有皇帝在这御驾亲征 所有的隋晋将士都很养武 都很勇武 但是在隋阳帝第二次攻伐高高利的战争过程中 最闪亮的一颗星不是我们秦穹亲属王 而是秦穹的战友一位叫沈光的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那种情况下 秦穹和他的战友沈光 天天肯定开始攻城 真正我们古代战争的攻城 攻防战十分惨烈 而且所用的器械是相当复杂 不仅仅是云梯 光是云梯就有无数种 再加上投车撞车 包括冲车这些东西 古代军事工程技术相当复杂 而秦穹和他的战友沈光 当时就站在一种叫冲车战的工程器械当中 冲车是什么东西 冲车又叫林冲 它高十多米 基本上和城差不多高 它分四五层 每层之中 它站着十来个士兵 然后士兵用长枪 攻击到城进处的时候 统刺对方城楼的士兵 冲车下面有轮子 然后它是由自己的几方士兵推到城墙之前 冲车外面还有装甲 但当时的装甲就是厚厚牛皮 牛皮装甲特别厚 可以起到遮盖箭矢 遮盖滚木雷石这样的作用 因此它的作用也是有极大的防护作用 但冲车的体量非常重 因此在工程当中 许多冲车都会被高构力士兵挖在城墙外围的一些线坑给阻挡住 冲车后面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长杆 这个长杆给人印象也很深 它高多少 它长有十五丈这么长 隋唐时期一丈等于是现在的两点六七米 十五丈 那伙想一想等于就四十米高 它等于是从冲车的后部携身过去 然后直抵对方的女墙上头 它上面前面还有一个又粗又长的这种铁质的这种包裹的圆柱 然后可以不断的击打敌方的女墙 可以对敌方的女墙起到一种冲毁作用 秦琼和沈光他们就站在这里 然后就开始往前攻 沈光当时是立功心切 他看到这种情况 等于是一辆冲车冲击到辽东城的前面 他就把刀咬在了嘴里 然后他跟猿猴一样 就顺着冲车后部那个长杆 他就爬了上去 大伙想15杖40米 长杆当然是有绳索 而且也有一些衣服的东西 但是沈光这个人就是非常有攀爬的技巧 蹭蹭蹭辗转腾挪 他就爬到了长杆的顶部 尖头的那个地方 这样一来 他就处于辽东城头的上方 距离辽东城头守护的高国力士兵 当然还要几米 沈光忽然就纵身一跳 那就如同天神下降一般 一下子就站在了高力守军人堆里头 高高力守军这个时候已经吓坏了 没等他们明白过来 沈光的守起刀路一下就批翻了数名高高力士兵 血剑铁甲 在这个时候 秦琼干嘛 秦琼和他的战友只能是手持昌枪 从下仰望 因为他们距离城头还有这么一两米 只能是仰看自己的战友沈光在那杀敌 高高力守军明媚过来之后也不敢怠慢 当然当时他们对他们的心理冲击力非常大 都是震撼 大汉 在这种情况下一群高高力士兵就冲过来了 来击杀这个沈光 最后 秦琼和他的战友就眼睁睁看自己的战友沈光 就被高高力军人逼到了墙头之上 最后高高力士兵合力就把沈光击下了墙头 城头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这么关键的一瞬间 沈光在坠落之际 他就伸手抓住了冲竿之上的绳索 那就跟眼杂技一样 荡鞦韆一样 晃悠了几下 最后就稳稳落在了地面 但是他在看沈光落到地面之时 身上是毫发无损 秦琼他们随军士兵绝对是较好 别说随军较好 城头上的高高力士兵也在较好 这个敌人太强盛了 但是让敌我双方都感到沉默结舌的是什么 这位沈光 你这不是说到地面上了吗 这哥们然后他又顺着长杆 又口仙杆刀 他再一次的又冲到了杆顶 他又攀爬的文领 袁侯一般 再一次的又跳落到辽东城城头 高高力士兵在这又愣了 又愣之际 又被沈光斩杀庶名高高力士兵 当然了 最后沈光还是被人击下城头 毕竟是重垮不敌 但是沈光这种英武的表现 这种英勇的表现是大壮随兵之胆 使得高高力士兵的士气大受影响 沈光在辽东城头上的表现 令战场上的每一个人都瞠目结舌 大呼过瘾 而作为战友的秦琼 不仅惊叹于沈光的勇武 而且羡慕沈光的绝技 沈光和秦琼都是刚刚驻武的大途兵 都希望通过勇猛杀敌 力功受伤 但是秦琼是错失了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 反而让战友沈光牢牢抓住 那么沈光这番英武的表现 能引起隋养帝的注意吗 沈光升官的梦想能实现吗 沈光他得手之后 作为战友秦琼 他们肯定特高兴 但是真正最最高兴的是谁 那绝对还是隋养帝 隋养帝当时就站在离城头不远处 专门为皇帝和他那些贵族大臣 搭起了一个墓制的城楼上 他就光看攻击的真人秀 他为什么这么高兴 就是因为隋养帝第一次蒸发高高利 损失了这么多人 死了这么多人 至于丢弃的那些财物就无可计算 非常没面子 这次他来 在他身后左右站着一百多位 隋朝翻国的那些小国的国君和史臣 其中重量级有两个人 一个人是西图爵的处罗克汗 还有东图爵史碧克汗的史杰 你想这些人在后头看着 大隋的勇士沈光 如此给自己张脸 如此给大隋朝张脸 隋养帝就高兴莫名 因此隋养帝就马上派人就把沈光 这一冲车的人都招来 马上重赏 赏赐财务无数 当然最特殊的肯定是沈光了 隋养帝立刻升沈光为朝请大夫 就给他升官了 这一来 沈光就从一个普通的士兵 就变成了隋朝皇帝的禁卫军军校 绝对是一步登天了 你说沈光这一步登天成为当天最耀眼的新星 作为他的战友 秦兄秦叔保 心里或多或少确实有一些失落 当然你失落归失落 一个是机会 这个没能抓住 还有一个确实是一般的士兵 也没有沈光那种登高爬梯爬杆 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技能 但是人生的命运就是这样 十兴运兮 福兮祸兮 你说秦琼秦叔保如果在那天 他变成沈光那个角色 他出了名了 他长了脸了 但是日后也就没有大唐朝 林阳阁功臣的这个份 而沈光他今天这一表演升官了 也发财了 也得到奖赏了 日后江都之变 我们这位沈光也以他的这种实际行动 以他的鲜血 以他的生命来报答了水扬帝今天对他的这种知遇之恩 至于那个情况到底怎么样 我们日后会讲到这个 那么沈光的这番表演实际上也给隋军的总攻 就本于进行了一次非常精彩的预演 你想攻城二十多天 隋阳帝和他手下大臣和他手下军将都非常着急 必须攻克辽东城 因此就一直想总攻 隋阳帝还特意派人从内地调来一百多万条土袋 然后派士兵不断的装土 怎么在总攻那一天 在辽东城对着辽东城堆起一条扩三十步的 这样一条鱼梁大道 他这鱼梁大道 他不仅高而且宽 他高于乘旗 这个是一个准备 第二个准备 看这冲车管用 隋阳帝又调派了许多八轮楼车 八轮楼车实际上就是一种体量更大的冲车 轮子更多 装的人更多 拆卸更灵敏 它的攻击力更强 你说这八轮楼车也准备好了 所有的一百多万条的土袋准备好了 又有省光的这样的一个榜样人物 因此隋军将是摩拳擦掌 隋阳帝看见士气这么高昂 也下了总攻的命令 就和重将约定 阴历六月二十八日早晨发起总攻 就从当时的人的推断 包括我们现代人的推断 辽东城那三万守军 隋军四十万 又是鱼梁大道 又是八轮楼车 应该没问题 而且秦琼秦叔宝 自己有了省光 战友这样的偶像 有了这样的榜样 也是憋足了劲 也想在总攻那天 扬名立万 结果呢 就到了这个六月二十八号 这一天 有大事发生了 但这大事发生了 并不是隋军的总攻 而在总攻之前 二更天 发生了一件特别特别奇怪的事情 这个事情呢 资质通鉴战绩 耕武夜耕耕 帝密昭驻将 石隐军环 军资器械 工具积如秋山 迎垒账目 暗赌无故 皆弃之而去 也就是说呢 就在隋军发起总攻早晨的前夕 就在这二更天 隋阳帝本人呢 忽然发布这个密令 严令驻将 抛弃一切军资器械 抛弃一切工具 什么都不要 立刻急行军往后撤 在这样关键的时刻 就在这样马上发起总攻的前夕 你说隋阳帝为什么 严令寻军的将士往后撤呢 我们下集再讲 谢谢大家 秦琼本是一个出身于官宦家庭的公子哥 但是因为家道中落 无幸沦为一介草 为了生存 为了出人投地 为了夺回祖先曾经的威皇 秦琼不得不选择参军 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头兵开始干起 秦琼入伍后 一支棋盘能有一个立功受赏的机会 现在机会就摆在面前 辽东城下 只要隋阳帝一声令 秦琼必将赠勇杀敌 赢得功力 可偏偏就在发起总攻的最后一刻 隋阳帝却意外的命令 全军活速投车 隋阳帝为什么要撤退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能让隋阳帝放弃唾手可得的辽东城 而秦琼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大脱兵 生逢乱世 他的个人命运 只能被这个大时代的洪流无情的捆接着 那么隋群的这次撤退 对于秦琼的命运 又将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敬请关注 梅艺化英雄系列节目之 隋唐英雄志第二集 乱世机缘 行那继续 明志福 文明志互 有